加油 一定要加油 加油 真的要加油 幫李小弟加油打氣 因為他要代替姐姐 勇敢活下去 李小弟轉院成功 29號晚間11點 順利從繫紙國泰醫院 轉往台北榮總 姐弟倆相約出遊 竟演變成一死一重傷 李家人少了一個女兒 只希望兒子能接受更好治療 他現在目前有意識 是醒著 表達一些什麼 他可以點頭 不過目前稍微穩定 可是再下來一個禮拜 可能就會有感染的危險 能聽見聲音能揮手 但李小弟還在和死神搏鬥時 他的姐姐李沛雲 已經告別認識 他一直放心不下的 就是他的弟弟 因為他把弟弟帶出去玩 他一直掛鍊著 我們沒有怪他 沒有怪姐姐說 帶著弟弟出去玩來發生事情 兩姐弟為了慶祝畢業 相約和友人參加彩色派對 還興高采烈的在臉書上宣告 沒想到意外發生後 兩姐弟全身92%到3度灼傷 李沛雲肺部嚴重吸入性傷害 引發急性衰竭 29號凌晨5點15分 停止心跳緊急搶救 早上8點22分2度停止 直到媽媽趕到醫院 見最後一面 下午2點20分把管 歷經42小時搶救無效 大面積燙燙傷不忍讓女兒繼續痛苦 母親含淚把管 如今家人不願指責任何人 但懇求外界把力量放在小兒子身上 母親的淚卑微請求 希望奇蹟能夠發生 記者臺北臺中綜合報導 記者臺北臺北臺東